你来干吗 我觉得你昨天说得没错 我们之间就是应该谨守契约 绝不约见 所以我决定把东西都还给你 我现在管不了这些 等我办完事再说 办事 你要办什么事 你就等我回来 如果你等不到 你就离开妹府 密调里给你准备好了盘缠 四号 他还要去干吗 还请郡主按照少爷安排去办 他也是为你好 不是 你不说我就去找梅将军了 那本来看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走 你说是你咱俩 那我找到你 你一人 你不得了 他还不得了 你说是你 兄弟们 咱们今天可说好了 今天只突裁 咱们不杀人 是 起来 又是 原来干的是撕颜够的 他王老太 原来是撕颜犯子 怪不得武功这么高 你们什么人少来管闲事 兄弟们 小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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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与他无关 把解药给我 我认你们处置 给你可以啊 但你要给我跪下 我没数 万子 你不要啊 那我扔了啊 不要 给我 给我 给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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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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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解药啊 给你 我 听说很多人看不到你的庐山真面目 我今天倒要看看 是 把他给我杀了 小心 哦 坐 老大 老大 высок 你没事吧 兄弟们 撤 走 快 つ ve 生日年 他是 好 小心啊 来 来 慢点 你没事吧 你想欺我 谁想欺你啊 我是女夫君 你想亲就亲吧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开这种玩笑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没事吧 没事 来 起来 你没事吧 没事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 我连累了你 不然你也不会受伤 小丫头 是你救了我 怎么会是连累我呢 你看现在天色晚了 我们就在这儿将就一晚吧 你先歇一歇 我去给你找吃的 是 你当初为什么要当夜灵侠啊 你当初为什么要当夜灵侠啊 我自幼丧母 而我母亲 正是被一帮匪人所杀 所以我从小就憎恨那些恶人 除了 是 我 我 你 从小月 你 你 我 看 是我 人在做天在看 你放心 那些坏人肯定会得到报应 杀害你母亲的凶手 也肯定会得到报应 这贼老天可不会管 只有我能管 我陪你一起玩 那 叶灵霞和梅世青 你更喜欢哪一个 我更喜欢现在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也是 你作为叶灵霞 做了那么多好事 还帮了我那么多次 那你 那 你也帮 也帮过阿柔姑娘吗 你想要问什么 我寻思这阿柔姑娘 对你也挺关心的 阿柔啊 她是我从黑系班里 解救出来的脉衣姑娘 我看她可怜 就收留了她 把她安置在了如意楼 真没想到 她天生聪慧 颇有经伤的头脑 所以就把整个如意楼 都托付给她了 我 你解释这么多干吗 我就是随口问 真的 所以如意楼的幕后老板 其实就是你啊 当时 也只是想找一个地方 可以谈试 又不会被别人打扰 如意楼 那么多好吃的 还有我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你考不考虑 把这糖醋排骨的价钱降一降 太贵了 太黑了 你去吃 就寄我账上 真的吗 你不是在做梦吧 是做梦吗 你又趁机欺负我 好了 早点休息 明天还要赶路出山呢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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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娘的话 不能发生任何事情 千万不要出来 好 千万不要出来 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你以为躲在这儿 我们就找不到了 你 娘 救命 你救命啊 事情怎么了 你说我梦了吗 没事 我这是 只是又梦到他们了 他们 杀过母亲的人 我还是没有看见 看见他们长什么样 我只看见 看见了一根怪杖 事情 你放心 我一定会陪你一起找到凶手 给你娘报仇的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会在你身边 谢谢你 你听说吗 回来 你听说说 她会陪你 我看了 我看你们老师 怎么能按伤心 现在正是恩爱的时候 可是也不能 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就彻夜不归呀 昨天府里可是找了他们一夜呀 我真是担心 你说这事情有什么事 都不跟咱们说一声 长此下去 这没福 怕是要离心哪 父亲 听说你们昨晚一夜未归 去哪儿了 一时兴起 燕姬郡主还没领略过 青州的风土人情 就带她 游山玩水了一番 游山玩水 为何会一夜不归呀 哦 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我们去山里玩 结果突然下起了大雨 山路失华 就找了个地方 逼了一下 结果这雨下了一整晚 我们就业只好在洞里 将就了一整晚 没势轻 你老大不小了 还成天这么风风颠颠 下次你再带郡主出去 彻夜不归 我打断你的腿 老大不小了 风风颠颠的 你还是多想想 你顾名前程的事吧 还有 记忆成婚 传宗接待的事 你俩还是多想想吧 知道了 知道了 告退了 老爷 说起来 咱们俩也很久没有去踏青了 不如我们 一把年纪了 撤何体的 诚和体一统 就没有感情的嘛 苏鸿 这不用你了 你先回去吧 好 那你好好休息 放心吧 有我照顾他呢 是不是伤口又疼了 我去跟他找大夫吧 不用 免得节外生枝 那我再给你包扎一下伤口 走吧 慢点 你 小丸子 你真的跟梅三少去游山玩水了 是 是啊 这游山玩水好啊 有助于增进感情 对吧 秋华 是 是啊 是 而且这一次回来啊 咱们小丸子和梅三少的态度 大不一样了 这也挺好的 你们不妨有话直说 你们这孤男寡女 在一个山洞待了一整个晚上 回来还这么亲密 这不很明显的事吗 什么呀 你们想多了 我没有做对不起郡主的事情 那就好吧 我也是怕你们日久生情嘛 毕竟 如果等各归各位了 那受伤的不还是你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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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间好了吧 这都糊了 哎 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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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来 事顺了 不用再说 你到底不是 那里是有着 我想要你 你帮我 你还要做西门吗 你能做什么呢 你还要做西门吗 不要哭 没三少是录影遥的 黑林霞也是没三少 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上了一个不该喜欢的人 奇怪了 奇怪什么 奇怪平日里生如活虎的小丸子 也有沉默寡言的时候 怎么了 不允许乐观的人也思考思考人生啊 你是在思考晚饭吃什么吗 怎么我的人生里难道就只有吃了吗 那你说说 还有什么其他的 没 没什么了 我猜 你是在担心有一天真正的郡主回来 你就要做回小丸子 那时候 你怎么知道的 放心 我已经心有所属了 不会改变 我不能 我答应了巧语 如果郡主知道 我 我到底该怎么办 没有了 我其实 是在想 你的伤什么时候才能好 好多了 你不是之前说要带我去如意楼吃饭吗 你呀 到现在还忘不了吃的 怎么 你要反悔吗 没有 我正好要去如意楼办事情 走吧 来 客官们 您行 欢迎您下次再来啊 三少爷 你们来了 我要吃糖醋排骨 西湖醋鱼 消化鸡 反正那几个招牌菜全都来一份 有有有 还不快去 得嘞 三少爷 郡主 走 里边请 阿柔姑娘 又见面了 你 少爷能遇到一个知心人 阿柔很是欣慰 夫人自己认 但说无妨 对对对 自己认 但说无妨 四颜案 有什么消息啊 他们应该不会善罢甘休 对方可能不是一般的江湖贩子 我曾经在调查的过程中 抓到过好几个参与范炎的人 没想到他们竟然全部都咬舌自尽了 这背后 一定有非常不好惹的人物 我明白了 先不用查了 他们自己会找上门的 是 想不到叶灵霞是这么办事的 没什么事 我们就回去吧 我糖醋排骨还没吃呢 那我岂不是白来 这怎么还没上 少爷 我过去看一下 谢谢阿柔姑娘 我以后还要来 我以后还要来 又能吃到糖醋排骨 还能和你们一起 行侠仗义 你是为了吃吧 怎么样 这可是我亲自设计的夜行衣 是不是特别好看 特别的帅气 你干什么 什么 不可爱吗 那要不我换个款式 换个颜色或者 换成粉红色的 是不是就更有女侠风范了 行侠仗义又不是胸口碎大石 哪里胸口碎大石 明明就很好看嘛 多么的英姿 萨爽 威风凛凛 难道不是吗 顾奶奶 你要干什么呀 就是想要做你的好帮手 以后呢 我就是你的走宝 右臂 我们一起 出不安聊 请下正义 这样 我自断双臂 你就别添乱了 我哪里有添乱嘛 我很有用的 我以后帮你一起把 什么敌人来了我都杀得 片甲不利 行了 行了 你就闭嘴吧 你赶快回去去睡吧 少爷 不好了 有人到官府 撞告叶灵霞和青龙寨勾结 抢劫商队 挺帅的 他们竟敢反咬一口 看来背后的人不简单 你让阿柔去盯着 背后报官的人 不要动他 盯紧了 是 今晚有行动 不带上我 看你今天还怎么私自行动 你 我头疼 报官之人叫郭百万 是青州城的丝绸商人 他撞告叶灵霞 勾结青龙寨 把自己购买的上等丝绸 烧抢一空 郭百万 只是一个抛腿的小人物 真正的幕后主使另有其人 既然他已经出招 我们再安兵不动 岂不是无趣 竟敢反咬诬告 那他们一定暗中布置好陷阱 等着少爷呢 今日可有过百万的行踪 都记录在这儿了 做得好 剩下的 就交给我 少爷务必要小心 这些人 都是狡猾的亡命之徒 恐怕 比青龙寨的土匪更难对付 你是叶灵霞 除了我 还能是别人吗 都没有 观察大人 我就说过 他会来打击报复的 快 抓住这个恶人 叶灵霞 你今天插势难逃 快快束手就擒吧 想接官府的时候来抓我 我看你的计划要落汤了 这个郭百万 贩卖四言违纪国法 祸害百姓 他才是你要抓的人 大人 千万不要相信他呀 叶灵霞 你不必过弄全虚 跟我们回官府 自然真相大白 你 你干什么 别紧张 不是暗器 这上面标记了郭百万 藏私盐的地方 要是不信 你们自己去看 叶灵霞果然是名不虚传 你我若联手 定能做出一番大事 这大白天的 你做什么梦啊 一个都不留 是 事人 awkward 他 他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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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 是 追 给我搜 是 是 去那边找到 是 是 快 他们走了 不是我说你 不是不让你跟过来吗 你怎么还跟过来 我这不是 想帮你忙 怕你有危险才来的吗 你那是帮我倒忙 你这么冒冒失失跟过来 多危险呢 不怕死啊 叶灵侠都不怕 我当然不怕了 我那是担心 哎呀 好了好了 别说了 对于我刚刚的行为 还有出手相助 你就没有别的要说的吗 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你这么严肃干什么呀 你真的就没有什么 别的要说的吗 你说句谢句就那么难啊 约约 什么 小的该死 好不容易将叶灵侠引出来 又让他给跑了 要杀要割 随主子发落 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你 叶灵侠功夫了得 抓他确实不容易 你 替我去趟青龙寨吧 是 小宝爷 小宝爷 债主有令 任何人不能入内 不是 连我都不能救了是不是 不是 这 这 这债主的意思 小宝爷 你也别为难我呀 行 我不进去了 让他进去送个饭就行 小宝爷 这要让债主知道了 我们跟咱当不起啊 咱当不起是吧 行 你不知道这些 他够不够咱当啊 够够够够够够够 两位大哥 我就进去送个饭 很快就出来了 行 好行行 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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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出来的时候 一手交人 一手交钱 最好 你后来去了吗 哪有时间啊 小宝 走 走吧 宝爷 钱给我们呀 钱啊 给 手持过来 一个 一个 宝爷 这 对啊 宝爷 你不是给我们一袋子钱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 要给你们一袋子钱 不是 做梦的吧 走 不是 他这比土匪还土匪呀 在下王彪拜见债主 我家主子近日身体不适 不便来访 特地让我背上厚礼 来看望债主 他可倒好 明人不说爱话 前段时间我们不小心 结了你们的货 东西也不多呀 怎么 他还惦记着呢 是在下李叔不周 本该背上厚礼 来看望债主 我们家主子也说了 这本来就是孝敬您的 有心了 在下还有一事相求 那日叶灵霞 引我们自己人打了起来 他可倒好 渔翁得利呀 这次不仅结了我们的货 还坏了我们的好事 这口气 我实在咽不下去 就不用兜圈子了 你家主人是不是想请我 帮你们抓叶灵霞呀 债主高明 我们虽然不怕叶灵霞 可也没有必要招惹他吧 我懂 这是我家主子 先孝敬您的二百两金子 我家主子说了 如果能抓到活的 我们再付您五百两 想当年 你家主子还跟着我的时候 我就说过他是个人才 果不其然 这才短短的几年 他就换得风上水起 平不清云的 实在是难得的人才哦 回去告诉你们家主子 就说这事儿 我答应了 让他等我好消息 那就有劳债主了 你们也该走了 这些东西就留下来了 不是 干什么呀 乞丐 凡人 许你听就不许我听 不是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约怎么装跟我没关系啊 装叶灵霞 你行吗你 我不行 你行啊 我告诉你 就这种话 只有我能干 行 谁在外面 谁在外面 只见叶灵霞使出一招黑乎掏心 外加一个猴子偷偷 真卑鄙啊 可不就是啊 太卑鄙了 不过宝爷我还好反应够快 我一个后果翻就过去了 说是吃那是快 我使出一招降龙过海 叶灵霞他也不是吃素的 他叶灵霞全发快 宝爷我腿发更快 只听啪的一声 人就飞起来了 宝爷 真厉害 把牛皮给吹破了吧 我 你没跟叶灵霞交过手 你不知道 叶灵霞有多厉害 你要跟叶灵霞交手 估计你碰都碰不到人家一下 小看谁呢 我这碰着了怎么办 你也就这点出息了 你 瞧瞧什么呢 站住 我们刚才就是聊聊天 正好 我有个事 想找你们商议一下 依附亲讲 盐帮的人 让咱们 帮忙抓叶灵霞 抓叶灵霞 这个叶灵霞 出没于青州多年 至今没有一个人能抓到他 这个差事可不容易啊 这事可不容易啊 这事可不容易啊 说的都是废话 容易还让我们帮忙吗 也对 盐帮 咱们就只帮忙吗 这亏本的买卖 咱们也不能干呀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不过我听说 叶灵霞来无踪去无影 功夫十分了得 恐怕我们山寨里 能与之匹敌的 也就是你小宝爷了 谢谢义父 先别得意 抓着他再说 义父 那我要是抓到叶灵霞了的话 好处自然是有的 盐帮的人说了 死活都一样 要是能抓活的 他们出五百两银子 这么五百两 五百两 不是青州吗 债主 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 让我去的 义父 我不要钱 那你自己去 你不要钱你想要什么 我要是抓到叶灵霞的话 我希望义父可以成全我跟小丸子 放肆 快蹲下 走走走走 快走走 太放肆了 小宝 你是真傻假傻 你明明知道 南乡很喜欢你 义父 从小到大 我真的只能安南乡当我的妹妹 义父对我那是恩仲如山 我这么些年对山寨也是 安前马后的卖命 怎么 想跟我要宫是吗 义父你要生气 你就打小宝 罚小宝 但小宝真的不想瞒着义父 不想让义父觉得小宝有二心 小宝真的 除了小丸子 别误他就 就那么喜欢小丸子吗 可能 可能这就是缘分吧 小宝 你还年轻 等你有钱了 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何必呢 小宝 义父 小丸子呢 她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要说具体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也实在是答不上来 但是 她就是跟别的女人她不一样 好 既然你那么喜欢小丸子 我就成全你 义父当真 等你抓到叶灵霞 你就和小丸子 拜堂成亲 谢谢义父 我一定会成功将叶灵霞抓回来的 鲜花配美人 美人配英雄 花呢可以留下 人就可以走了 我可是带了个好消息啊 你确定让我走了 你跟我说吧 不会是我爹被放出来了吧 那倒不是 再再再 炸烛放过我了 真的 不过嘛 不过我要帮他办件事 事成之后 他就答应你 不用嫁给他了 太好了 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每天把脸涂成那个样子 那他让你办什么事啊 会不会有危险啊 是不是坏事 你是不是担心我 没什么 只是帮他找个人 放心吧 没危险 只是别人都做不到啊 只有我可以 行行行 就你有能耐 小丸子 你听我说 义父答应我 只要我办完这件事 就让你嫁给我 不过你放心 我是不会强迫你的 嫁或者不嫁 那都是你自己的自由 我只是希望 你不需要委屈自己 去嫁给我义父 当真 若是我不嫁你 你也不生气 那当然 男子还大丈夫 一言即出 司马难追 我发誓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珍惜十亿的习惯上 好了 本大爷要去办大事了 走了 以后不许这么胡闹 知道吗 我怎么了 那些事情 不像郭佳佳那么简单 我哪有郭佳佳 我是真心想帮你的 不需要 早点休息 你 你干吗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除非你说回你刚才说的话 我说得没错 你倒应该想像你自己 你这个人 根本就不懂得感激 我再也不理你了 你还想要处理你 这就要处理你 还想要处理你 你这个人 是锁门 都不理你 算了 不管他 眼不见心不凡 糖醋排骨 焦花鸡 还有西湖醋鱼 酷醋排骨 郡主 烤醋排骨 这是俊马爷特意从如意楼买的 他买的 那吃得急不是很用面子 怎么不吃啊 特意给你买的啊 我不饿 不饿 我吃 少爷 还是等郡主一会儿 他说他不饿 嗯 好香啊 嗯 郡主 这些全部都是俊马爷给你买的 俊马爷真厉害 林郡主喜欢吃什么 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只要你能吃错就改就行了 我 我一点都不饿 你们自己吃吧 好香啊 你是不是又跟他弄别扭了 闭嘴 子昂 都给我吃干净 不许上 好香啊 郡主和俊马爷 前两天不还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就 这住在一起嘛 难免磕磕绊绊的 你等我一下 我去问问有没有事儿 嗯 去吧 重温是我 好 样子吃 好 样子吃 这也太惨了吧 不过没关系 平时大鱼大肉吃多了 我感觉自己都胖了 偶尔换我口味也是不错的 小丸子 你跟俊马爷又发生什么事了 你又做错什么了 我 是他太看不起我小丸子了 所以我在对他进行惩罚 我看 这被惩罚的是你吧 一会儿我就给你做好吃的 特别多 真的吗 还是你最好的 这俊马爷的脾气不就是这样吗 退一步海阔天空 小不忍则乱大谋 所以说呢 你只要想开一点儿 就没事了 嗯 对了 糖醋排骨还有吗 怎么一个都不剩啊 原来惩罚的真的是我自己 嗯 这什么啊 这是什么呀 我本来想让你女扮男装 去帮我办件事情的 看上你不喜欢 那我就找思衡吧 不不不不 我来我来 思衡多忙啊 还是让我来了 那你得听我指挥 不能擅自行动 嗯你放心我都听你 你现在就说我认真听 首先你得去找一个 贩卖私盐的小商贩 把它带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剩下的交给我就行了 没问题小菜一点包在我身上 来 赶紧 上好的雪花盐啊 来大伙瞧一瞧看一看 价格只是关盐的一半 借过一下让一下 我们要是能买了关盐的 也就不在这儿买了 再给便宜点呗 还便宜啊 我这儿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也是 这卖私盐呀 罪责可不小 咱们悄悄地买 他悄悄地卖 互相体谅吧 排好队 排好队啊 别解 来来来来 有的买 赶紧买 我可听说 叶灵侠专门给他们 卖私盐的作对 就是 你们说他是不是吃饱撑的 就是 有你们这样的吗 叶灵侠为了抓卖私盐的人 差点就被官府给通缉了 你们这样做对得起他吗 就他不是东西 拦着我们买便宜货 就是 咱老百姓啊 没那功夫行侠仗义啊 你们现在就是占小便宜 等到到时候 官爷买不到了 你们就等着私盐坐地起价吧 就是 我们老百姓啊 就是买便宜货 能省一门哪 就是一门 对 我们都不省 来来来来 给他们抓上 来来来来 你们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 要是让我碰上那叶灵侠 非给他抓到官府去 就凭你 我怎么了 你 你不买东西 你捣什么乱呢你 你什么人啊 瞧你这细皮嫩肉的 也不像个穷鬼啊 你到底干什么的 他是不是官府派来抓私盐的 今天不卖了啊 今天不卖了 别不卖别不卖啊 瞅什么快走啊 走走走 别走啊 别走啊 对不起 我又坏事了 没事 下次再想办法吧 好 累了一天 饿了吧 这我给你做的臭 谢谢 你怎么闷闷不乐的啊 还在生我的气吗 没有 我只是在想 有时候叶灵侠做的事情 究竟对不对 你是不是听到那些老百姓的话了 其实他们也没有错 我们这些人辛辛苦苦一天 只想着吃饱活命 他们买不到公安盐 就只能买私盐 对 那今天那个人卖得严便宜 他今天就是好人 所以大家都去保护那个好人了 所以其实 对于我们这些老百姓来说呢 没有什么比吃饱活命更重要的 苍领时而知礼节 什么 意思就是说 人只有吃饱了 才有心思去想其他的事 对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但其实你也没有错 我没错 嗯 你是叶灵侠 和我们这些只求吃饱不饿的老百姓不一样 你要管更多的事情 四爷卖得越多呢 那官盐就越少 越难买越贵 所以虽说现在看起来这些 四爷卖得挺便宜挺好的 但其实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我们老百姓 所以你没有错 想不到 你懂这么多 我也是上次听你和四横说起的 但是你也不要难过 你是叶灵侠 是不一样的人 叶灵侠 戴着面罩 身穿黑衣 总是在夜里出现 虽然可能大部分人 都不知道你所做的事情 甚至都不知道 你做了这么多为他们好的事情 但是叶灵侠 大家就是这样背负黑夜 走向阳光的人 你一直是我心里 最最最最最最 最崇拜的大英雄 背负黑夜 走向阳光的人 右舰 右舰 它部队到了 ⁼�也 宝颜来了 看一下 超保 哪些 你管我 听说你天天抓叶灵侠 怎么连根叶灵侠的头发也没见着 那是他运气好 要不然嫂被我抓住 李硬撑 实在不行 说句话 兄弟我还是愿意帮你的 帮我 兄弟我呢 也是愿意帮你的 你说你武功这么差 有时间在这儿喝酒 不如多去练练功 实在不行 小叶教你也行 我是担心你终身大事 你不着急 岁大石的可着急 按照你这个速度 等抓着叶灵侠 那岁大石的都成老太婆了 老吴 等我把叶灵侠抓回来 你们都得跪下磕头 管保业我叫声爷 小博你 丸子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我给你带了全青州城最好吃的绿豆糕 去为南霸天办差事还为我买绿豆糕 谢谢你啊 只要能哄你高兴 我为你做什么都可以 小宝 我看你最近有点愁眉不展的 是不是这件差事很难办 怎么可能啊 全天下 没有什么事能难倒我小宝 其实 我刚才在院子里 听到五爷他们奚落你 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就是徒医师口快 小宝 我跟他们可不一样 我身上肩负着咱们成青的众人 我不会跟他们一般计较的 好了 快尝尝吧 小宝 你知道我们 我知道 您一时之间没办法接受我吗 不过要是没有失过的话 我也不会死心的嘛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抓住叶灵霞的 什么 你要抓叶灵霞 对啊 因为这样你才能自由 你不能抓叶灵霞 我听我爹说叶灵霞在青州 他身得民心 每一天都在做膳事 每一天都在做膳事 嗯 我就不信了我 难道他打从羊台出来 就每天做膳事 不做坏事 哎 你的话突然提醒我了 我知道怎么你拿出来了 您等着 我知道怎么抓到了 大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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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犹如斯文的 哎呀 这样才闻尸表王对不对 来 这是叶灵霞用的狼蚝笔 好好收着 珍藏啊 都闭给老子叫了 哎 快救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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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 我叶灵霞就想告诉你 以后洗澡的时候 把门给我关严实点 来人啊 叶灵霞 你干吗偷看我们洗澡啊 老伯 老伯 这铺子是怎么烧的呀 昨天晚上 被叶灵霞给烧的呀 叶灵霞 这真是叶灵霞干的 可不是吗 我亲眼看见他拿着个火把 到处放火 听说 还把那个清风书院的院长 画了个大花脸呢 我也听说 他到春风楼耍流氓 不可人家姑娘洗澡呢 真是下去吗 不可能 这些事情 绝对不是叶灵霞干的 这分明是有人 要败坏他的名声 你怎么证明不是他干的 你认识叶灵霞 对啊 你怎么认识他 姑娘 你又不认识他 你凭什么说不是他干的 就是啊 分明就是有人 要败坏你的名声 他们应该相信你的 少爷 你有听到消息吗 这是有人在故意破坏叶灵霞的名声 可恶的盐帮 竟然用这种下三乱的手段逼你出来 少爷 我们柴道盐帮跟青龙寨有所勾结 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简直太可恨了 我们现在就去把假扮叶灵霞 那个混蛋抓起来吧 不着急 这个人烧电未毁电 闯青龙不劫色劫彩 他并未做大鳄之事 不像盐帮的风格 莫非 医生 我们到前面酒楼一起去 好啊 叶灵霞啊叶灵霞 小爷我再给你安排一个 调戏良家妇女的罪名 应该不要 好啊 就在前面 走 咱们客气尝尝 这 这怎么都是男的呀 我也不能调戏个男的吧 小娘子 我来了 没错 我就是叶灵霞 小娘子 去哪儿啊 你要不要大爷孙子民 不要 不要 别怕呀 我也陪你喝一杯 好不好 肚子 原来是有娃娃了 你 你没事吧 我怕是 要生了 你生了 那你家里人在哪儿 你 你男人呢 醒醒 还有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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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人道的 本来想接个字 没想要接个娃儿出来 算算算 不管了 不管了 大家里也应该在附近 事先说好啊 到时候孩子别说是我的 快点 快点 大夫 生了 快生了 您 快去叫婉婆 快点 过来 不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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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啊你 你谁啊 我是她相公 你又是谁啊 我 娘子 你是她相公 娘子一个人在外面瞎跑 你能不能行啊 我娘子她刚从娘家回来 我之前在城门口等她 可是一直等不见她 我后来才知道她被送到这里了 我这就赶过来了 你是干什么的呀你 我 你 你 你你 娘子 娘子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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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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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住我娘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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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我娘子 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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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大胖小子 心开送来得及时啊 母子平安呢 快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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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行 通行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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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叶敬哥 谢谢宝言 宝言 今天心情不错呀 是不是遇到什么好事了 是啊 宝言 那肯定是赢钱了 那必须的嘛 没干什么事你事 一个个的庸俗 什 什么俗 说了你们也不懂 行了 赌钱去吧 再说了 以后喝酒 赌钱 这种低级别的游戏 就别找我了 不是 什么意思啊 什么俗 什么 丸子 我跟你说 有人去哪儿了 丸子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找你半天 塞塞 我今天做了什么事 做了坏事还好意思炫耀 瞧你这话说的 这世界上又不是只有她叶联霞 她一个人会行侠仗义 老爷我照样也会 你还行侠仗义 对啊 就是我 那好啊 你说说你做了什么事 那我说了 我有什么奖励吗 我说就不说了 还卖个关子 我说我说我说 我说行了吧 我今天救了一个孕妇 然后呢她还生了个大胖小子 她在里面生孩子的时候 我居然也跟着紧张 后来孩子出生的时候 我这心里 结着比赢的钱还高兴 我最后再看着人家大胖小子 再看着她父母开心的样子 我这心里啊 美滋滋 那你可是这孩子的救命恩人呢 对啊 要是没有我 哪有那小子什么事 我跟你说 你是没看到 他爹对我 那是又鞠躬又道谢 我这心里啊 就感觉特别甜 比吃了蜜糖还甜呢 那你以后啊 就每天都做这样的好事 每天都比蜜糖还甜 我说呢 那伊琳莎怎么这么喜欢做好事 原来做好事她是这种感觉啊 这说明 你心里也是个很善良的人啊 啊 那 那 那 这是好还是不好啊 当然好了 我可不喜欢坏人 那 那我要是多做好事的话 你是不是也会喜欢我呀 我去采花了 我去采花了 那我以后可就改变策略了 我不做坏事了 我天天都做好事 我要做的好事 比叶琳莎还要多 不 我希望 你因这契机 重新考虑正邪之徒有变 问问自己的心 之后的路 该怎么选 这都等了一天了 怎么做个好事那么难啊 你 你别走 放开 你别走 放开 你别走 打劫 你别走 你别走 放开 你别走 不许走 姑娘 没事吧 谁让你打的 谁让你打的 相公 没事吧 相公 没事 没事 是你相公 那你干嘛抢她包啊 我跟我娘子吵架 这大半夜的 她非要回娘家 我怕天鹤有危险 就 赶紧过来送她回去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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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夜灵霞的身份命令你 以后不可以跟女人拉拉扯扯的 你老婆也不行 知道了吗 知道了 知道了 娘子 对不起啊 走 回去 回去啊 回去 你是夜灵霞是吧 谢谢你 你是个好人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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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 好好对你老婆 对她好一点 我就是个好人了 叶 叶灵霞 你老婆 叶 叶灵霞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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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看您 大半夜的还在这儿洗衣服 带着您女 孙女 回去休息吧 睡觉吧 剩下的我来洗 叶灵霞帮我洗衣服 太谢谢您了 不不不不 放心吧 找到了 叶灵霞 谢谢你 我好仇拜您啊 听说没有 叶灵霞最近做了好多好事 好多人都得到过她的帮助 就是就是 我丢的驴啊 就是她给找到的 这事都新鲜了 这谁不知道叶灵霞最近到处做坏事啊 怎么着 说变就变了 可能是良心发现了吧 对 这事 叶灵霞真好 我长大也想当叶灵霞 你当叶灵霞 我也想当叶灵霞 叶灵霞真棒 他是大英雄 我也想当英雄 这些还紧 我真不错 岂有此理 叶灵霞可是独一无二的大英雄 哪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 就能代替得了的 那还得了 发那么大脾气啊 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叶灵霞的初衷 不就是除暴安良 劫富济贫吗 无论他是谁 以什么目的 只要他是以叶灵霞的身份 去做好事 我都不反对 那也不行 叶灵霞在我心目中 那可是无可替代的 你笑什么 我 我笑了吗 你笑了呀 你哪只眼睛看到了 我两只眼睛都看到了 还给你 真是 这个冒牌的叶灵霞 我一定要想的办法教训你 我不活了 我不活了 我宁愿死 我也不愿意被卖到青楼去啊 与其被卖去青楼 我倒不如直接从这里跳下去 我要跳了 我要寻死 我不活了 不活了 我不想活了 我要跳了 怎么还不来 我都喊了这么久了 太委屈了 我 有何冤屈啊 我命苦啊 我 我爹 把我卖给了一个酒鬼 他每天都 又是打 又是骂 现在居然还要 把我卖到青楼去 我还不如去死 与其被卖去青楼 我倒不如现在从这里跳下去 我 我要跳了 你不救我吗 跳了 不是 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动 不 不是 谢谢你 不过 虽然呢 这个 吊出城强在我意料之外 不会也算是误打误撞 你放心啊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毕竟我是个好人 不过 我是叶丁霞 我 我当然知道你是冒牌的叶丁霞了 我呀 是我 这 怎么是你 当然是我了 不 你还要干什么 我来看你搞什么鬼 那你刚刚闻了这个迷烟 你有没有头晕之类的 就你这点伎俩 怎么可能迷倒我呢 不是 你哪来的这个东西啊 我就是想用这个迷烟 给那个冒牌的叶丁霞 一点教训 不是我说你 就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 你怎么可能抓得住他呢 我哪三脚猫功夫了 我力气这么大 就你那点儿 哎呦 我的脚好痛 买到了 请问有没有哪位好心人 可以帮一下我 姑娘 我是叶丁霞 请问需要保重吗 哎呦 这位好心人 我的脚买了 请问你可不可以送我回家呀 当然可以 走吧 谢谢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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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腳好痛啊 我的腳好痛啊 有沒有哪位好心人可以幫幫我呀 怎麼又逼著我做好事啊 救命啊 姑娘 我是葉林俠 請問需要幫助嗎 這位好心人 我的腳崴到了 請問你可不可以送我回家呢 當然可以 走吧 哼 你幹嘛啊 等等 我看你怎麼這麼一熟啊 不認熟不認熟 沒見過沒見過沒見過 給我站住 我現在倒是知道你是誰了 這不是駕到將軍府家的郡主嗎 說 到底誰派你來的 我不知道 我不會 放下個 葉林俠救我 救我 救我 葉林俠 好久不見啊 你要冒充我 也不要把大娘的裹腳布 穿身上 別以為戴個面具就是葉林俠了 就是 你懂個屁啊 老子叫品味 不過那些有的沒了 老子倒要看看你的廬山真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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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乔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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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越遮住了 越斑驳了 我珍藏的记忆 浅浅心意 舍不得落笔 越像孤星 越像泪滴 是我在思念你 对着月光说 你没事吧 那个 你不要多想 我刚刚是情况紧急 会议无奈无 谁多想啊 你猜多想的吗 你听我说 爷跟着我 四横 小月姑娘 什么吩咐 那个 郡主和郡马爷 去哪儿了呀 这么晚了 他们都还没有回来 不知道 你是郡马爷的副官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该我知道的事 少爷自然会告诉我 那个 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郡主和郡马爷 有些神神秘秘的 不该我知道的事 一句都不问 行 没事了 走吧 没事 小元姑娘 你放心 少爷一定会保护好郡主的 我也会在府中 保护好你们的 四横大人 少爷找你 知道了 是 少爷 你找我啊 没事 我和郡主 掉水里了 你去找巧云 帮我们准备 两身干净的衣服 我们洗个澡 是 是 怎么了 来 你把衣服披上 别生病了 你说怎么能够两个人 同时掉进水里啊 就那么不小心 还不是为了 小丸子 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 就走夜路的时候 不小心掉了河里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瞒着我 怎么可能 好了 你出去吧 我要炫了 你 你出 炫了 炫了 俊马爷 可以用餐了 郡主呢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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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餐了 我 我不吃了 我早上吃多了 你们吃吧 不 我都说了当时是行事作弊的 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 没吃饱饭 走路都不抬头吗 那你为什么不让开 你为什么躲着我 没有 没有为什么不好好吃饭 我都说了我没有 好好好 你没有 我有 你有什么 我有错 我亲了你 是我的错 你什么意思 既然这件事情 让你这么生气 是我没有考虑好 你没考虑好是什么意思 我向你道歉 不会再有下次了 好 这是你说的 你说你 你说你没有下次 那我们下次实在提这件事 谁就是小狗 怎么了 少爷 我也不知道啊 好像是我做错了 他发那么大脾气 你别说 巧云也经常莫名其妙不搭理我 而且还冲我发脾气 你小子 看来很有经验嘛 跟我瞧瞧 少爷别拿我开玩笑了 但是你要相信我的话 你告诉我发生什么了 我给你分析分析 就是这样 回府之后的事情 你都看到了 少爷 你遇到的这件事啊 超出了我的经验 你要是敢笑出来 我就军阀处置你 少爷 你做得对不对 我不知道 但是你亲完就道歉 还说以后再也不会了 这不是 福星汉 福星汉 我怎么可能是福星汉 你胡说八道 我能是那种人骂我 是你让我说的 是我又不高兴 少爷 你给我安排军中事 我还没有做完 那没什么吩咐 我就先回军营了 我明明是在救他吗 我怎么就成福星汉了 郡主 你睡了吗 完了完了 巧云肯定又来问东问西 千万不能让她知道了 还是装睡吧 能躲就躲 郡主 你睡了吗 你这饭也不吃 白天还睡觉 你是不是生病了 还不走 难道我装得不够像 那你好好休息吧 我不打扰你了 你是不是喜欢上俊满爷了 你 不是 你说什么呀 我怎么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她呢 她她那个大笨蛋 我讨厌她还来不及呢 那你为什么如此反常 昨天晚上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都说了 昨天就是 就是我不小心走夜路的时候 掉水里了 你别再问了 我不可能会对梅三少 有任何感觉 但愿如此吧 毕竟这梅三少 是皇上只婚给郡主的 她一回来 你就要还给她了 没错 我 我们一开始就上来好了 我知道 我们一开始就上来好了 我知道 这条街很好看吗 哎 司徒大哥 好巧啊 你也来这儿活动吗 是啊 闲来无事 出来逛逛 姑娘 可否赏光同坐啊 快请坐啊 司徒大哥 谢谢 怎么了 有心事吗 看你愁眉苦脸的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我说的话长 我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姑娘心中有事 那只有等 只有等 迷雾散了以后 一切就都清晰了 是啊 我现在也只能等 别的也做不了 嗯 只能希望 快点有好消息 但是你要记住 不论遇到任何事情 我 一定会支持你 谢谢你 司徒大哥 你真是个好人 那 我今天 就请你吃馄饨吧 保你吃个够 真的呀 真的呀 老板 来两碗馄饨 哎 不行 要四碗 五碗馄饨 好好好 五碗 五碗你吃得了吗 我又不吃 全都给你吃 都给我啊 对啊 让你吃胖 谁谁想的 我一定努力 那你得跟我们一起吃 你要去哪儿 我刚想起来有点事情 要交代巧云 让司衡去就行了 我 脑子不好使 我早就交代过了 交代过了 交代过了 喝吧 喝口茶 我不渴 不渴 这看来白天的茶没少喝啊 什么白天的茶 青州就这么大点地方 我都知道 你跟其他男人 在茶楼喝茶 你说司徒大哥 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 你不要误会 你叫他司徒大哥 对啊 他比我年长几岁 我叫他大哥有什么问题吗 你堂堂一个郡主 又是将军府的少夫人 你怎么能随便叫一个别人大哥呢 你这莫名其妙的 我 我叫他大哥怎么了 你不会吃醋了吧 可 开玩笑 我怎么可能吃醋呢我 我是担心你的人身安全 知道吗 我 能有什么危险啊 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 他连我身份都不知道 他要知道你的身份 那叫易如反掌 那即便他知道了 他也不会有别的意图 总之 你给我离他 远一点 你这人 司徒大哥为人谦和 热心又友好 才不像你呢 冷冰冰没跑呀 我在你心里 就是这样的 我刚刚是不是说得有点太过分了 确实有点过分 等一下 你们少爷 是不是让你调查四眼的事情 对啊 调查得怎么样了 还算了 他不让你说 我就不为难你了 那你去找少爷吧 嗯 人家 你去哪 你去哪 啊 你去哪 我去哪 我去哪 啊 你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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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曜听清了 是 还有 要抓叶灵侠的人 此人一旦出现 不必将其抓获 是 少爷放心 哟 这是谁啊 司衡啊 这个 你看 这漆都掉了 快点找人啊 你是在关心调查进度 还是在关心我 我怎么可能会关心你啊 我小丸子最关心的 那可是除不安良 匡复正义是不是 是 司衡 如意楼最近来了新厨子 哦哦哦 是 是 我听说有 红烧排骨 西湖醋鱼 蟹黄豆腐什么的 幸运我来了 虽然 我告诉你 你这菜全都浪费 少爷 这具不错啊 这排骨就是 少爷 郡主 今天的饭菜是否合胃口 太合胃口了 尤其是 尤其是 糖醋白骨 我的天 好吃的我都要疯了 少爷 我有话对您说 说吧 什么事 不用管他 他就知道吃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 应该是盐帮买通青龙站 再抓叶灵侠 我倒要看看 这猫抓老鼠的游戏 他们能挺多久 信任我就说信任我 那我说得跟饿狼一样 客官 这边 司徒大哥 你怎么办 少将军 郡主 司徒大哥果然知道我的身份 司徒会长 酒养大 好巧啊 司徒大哥 你也来这里吃饭吗 是啊 不打扰二位了 对了 三日后 青州商会举行庆典 不知二位可否闪光 什么庆典 这是我们青州的一间大事 我们青州虽然是军事重地 但是因为安逸 有很多商人愿意前来做生意 所以 到时候他们一定会来 群主 你也一定要来啊 到时 有很多好吃好玩的 还有表演呢 真的吗 我一定会去 二位的请柬 我已经派人送到府上了 我会去记得给我请柬 请司徒会长楼上雅座 请司徒会长楼上雅座 听见没有 请 回去记得把请柬给我 听见没有 打我干嘛 你 请柬呀 疼 知道疼啊 我当然知道疼啊 别打岔 把请柬给我 就那么想去 当然想去了 你不想吗 这庆柬年年都办 我早就看腻了 再说 你不是从小在青州长大吗 你没看过 我还真没去过 这都是你们有钱人去的活动 像我们这种穷股真家 哪有机会去呢 我还真没想到 你是想去庆典 还是见那个司徒 都是 人家既然请我了 我为什么不去 你现在的身份 是郡主 你现在却容易露出破产 正因为我现在要 扮演好郡主 所以我才更好去 不然人家请我 我不去 那更容易引起怀疑 更容易出破产不是吗 乔云 你给我准备一套衣服 庆典穿 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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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有件事我不明白 什么事 盐帮的事情 阿若已经查到 司徒里似乎跟这有关系 直说 郡主 郡主近来和他左筒频繁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他 他心思单纯 想不到人心会那么地复杂 在说盐帮的事情 他知道的越少越安全 其实少爷 你大可以告诉郡主 你不喜欢他同司徒来往 你就说 你吃醋了 你 你别生气啊 我对嘴了 我有吗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我会不喜欢他跟司徒领带我吗 少爷 你不用跟我解释 梅思恒 我最近发现你总是惹我生气 我惹你了吗 先做万做 都是我一个人的错 我就不应该说说你的心事 你的错 你的错 不 总之你给我 你给我盯紧他 务必找到证据 是 是 还笑哈哈 你跟我嘻嘻哈哈 一天到晚就知道嘻嘻哈哈不完正事 有吗 我有吗 我是那样的什么 母亲大人 母亲大人 真是雍容华贵 气度超群哪 不愧是梅将军府的 女主人 你爹平日不喜欢参加这种应酬 咱们母子俩出去 那代表的可是美府的门面 可不能让人小瞧了不是 商会庆典 难免有京中的贵族会出现 但愿他们能看出来我儿的一表人才 解决你的终身大事 才是我的目的 谢谢娘 娘 老三和郡主不会去吧 我已经托府里的丫头打听了 郡主有意要去 那没事情死活不肯 只要那头倔驴不去就好说 娘 手也不早了 咱出发吧 走吧 娘 你慢点 这看你打扮起来呀 还真挺像那么回事的 但是这三少爷不去 有没有关系啊 我们都说要去了 这 这鹰子头皮也得去 不然多没面子 但是我这个心里面 就像有面小谷 老是在那儿敲啊敲的 我 放心吧 我们过去之后 打一圈照顾就走人 不会有事的 走吧 啊 花枝招展 说什么呢 不好看吗 打扮俗气 你以为你这样说我就不去了吗 即将法对我没用 郡马爷要跟着一起去吗 不去 浪费时间 哦 乔云 我们走 哦 来这么多人啊 嗯 夫人 横二少爷 大驾光临 有事远营啊 别了 今日是青州商会的大日子 司徒会长事务繁忙 不必为我们太费心 看什么呢 没什么 我只是想问 三少爷和郡主 没有一同前来吗 事情平日不喜应酬 郡主自然是不便前来的 好 郡主 好 司徒会长 二夫人 二少爷 郡主大家光临 真是让我们青州商会 蓬毕生辉啊 司徒会长客气了 这里的盛况果真是名不虚传啊 哪里哪里 郡主 要不 我带你逛逛 好呀 请 你看啊 这边这座山啊 它怎么来了 他要是今天出了风头 那不等于给梅诗卿脸上贴金吗 那他要是丢人丢的也是梅诗卿的人啊 有谁知道啊 这司徒里能怎么 走走走 去看看去 走走 我一定要去看看 我一定要去算账啊 走走走走 走走走 大家注意了啊 首先 欢迎大家来到青州商会 这是比人的 荣幸 好 好好好 网年参大庆典的都是我们这些人 今天郡主来了 可热闹了 阿尔夫人说笑了 大家都知道 每次庆典呢 都会请一些有才华的 有学习的人 来给我们提词 这网年都是你二哥提词 今年 应该还会是他 那这一次啊 也不例外 可最重要的是 我们这一次 请到了郡主 郡主 大家都知道 郡主啊 是我们京城第一才业 这一次 就请郡主 来为我们提词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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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来提词的 都是二哥 郡主 对呀 我初二青州 对庆典也不熟 所以我觉得 还是应该由二哥来提词 这说来啥 我觉得呀 历年庆典都是二少爷提词 我们今年 让二少爷休息休息吧 是啊 不是 对啊 都乔首一盼 郡主啊 您就不要推词了 是啊 没错 大家欢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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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来了 来给庆祝 郡主 别推词了 请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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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期待啊 好 好 是啊 是啊 但是 我 我 记得 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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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 不许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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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景色和鸣 方程雅氏 我与郡主一块提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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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把你画在心间 我想把你搁在唇边 我想把你绷在手心 在你发现前 慢慢把梦倒挥边世界 好像有点哭又有点甜 这心里在身边 好 我来了 好了 我来了 好 美好 好 美好 好 美好 看看你的答案 好 美好 好 美好 你明显 我这么是一个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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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不来了吗 我不来怎么看你丢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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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让 承让 司徒会长 真是好雅兴啊 这是我的战利品 有何说法 这是商会保留项目 我们叫它 为商有道 做生意嘛 讲究的是公平 为商有道 所有人 无论身份高低 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实力 抢到花魁 凡是抢到花魁的人 就可以得到一年的好运 好运 会长还信这说法 当然了 我还要把这好运 送给郡主呢 郡主啊 谢谢 既然这么好玩 不如会长 陪我玩一玩如何 三少 也有这个雅兴 自然要把这好运气 送给我的夫人 恭敬不如从命 同我 我 天上是在切磋 暗地里也较着劲 男人之间除了争名独立之外 那就是女人了 你说呢 司徒会长关系不错 天南海北的经商 当然要学点功夫防身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得罪了 司徒大哥 你没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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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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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少舞异高强 在下佩服 真是你本主 只是一场游戏罢了 世卿你何必下这么重的手 是啊 世卿 你下手太重了 你胜负心怎么那么强呀 本来挺高兴一事 你看看你把司徒会长 都打成什么样了 拳脚无情 也多谢司徒会长的好运气 承让喽 哪里哪里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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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主别生气 别生气 你误会少爷了 我知道你不喜欢他 那你也不用下这么重的手吧 我不是故意的 那你就是有意的 郡主 少爷 他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不跟他解释呢 不经理 亏服 你堂堂一个少将军居然对一个平民动手 难道就是因为你不喜欢我跟他是朋友吗 我用性命担保 事情根本不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 而且那个司徒里 他根本不是什么好人 我实话告诉你吧 司徒里 立子 司徒里怎么不是好人了 你说清楚 这里没有你们两个事情 都给我下去 你还没说完呢 不是 你到底为什么觉得司徒大哥不是好人啊 你就这么关心那个司徒里 他是我朋友 我自然关心他 你又为什么把他打伤 既然你认为是我打伤他的 那我说那么多有用吗 明明是你做错了事情 你还这种态度 你太令人失望了 有句话我得提醒你 什么 司衡说得没错 你离那个司徒里远一点 我难道连交朋友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他 他的生意不太干净 我才不听你说呢 他是我的朋友 我相信他